IT之家12月17日消息 昨天微软并搜索网站部分区域出现暂时无法打开的情况 微软并官方发布声明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并在中国内地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天 微软并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并中国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 在中国内地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天 作为全球性搜索平台 并将持续致力于尊重法治与用户获取信息的权利 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帮助客户寻找所需信息